近期,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报道称,近期阿根廷政府主动跟中国联系,想从中国购买几架殲-10C战机来替换国内老旧的战机。 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阿根廷应该是想购买歼-10C来对抗英国空军,因为阿根廷同英国两国一直都是死对头,想要和解基本上是没戏。 而歼-10C战机是中国空军战力最强劲的战机之一,其综合性能足以达到世界四代机的水平。 反观阿根廷刚向中国方面提交了申请,英国政府就紧急出面阻止,请求中国不要答应阿根廷提出的条件,同时请中国不要对阿根廷出售歼-10C战机。 据了解,歼-10C战机是为中国歼-10C战机当今的最强改进型号,整体机身大面积采用了国产锡波复合材料,具有较强的隐身性能。 另外在歼-10C的机头位置,还配装有中国自主研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,使战机拥有超视距的打击能力,而且还可以利用该型雷达,还可以自主搜索周标地隐身目标。 在动力系统上,歼-10C和配装两种大推力的发动机,一种是额制的AL-31FME发动机,另外一种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涡扇10B发动机,不过这两种型号的发动机都有一曲同工之妙,都可以使歼-10C具有强悍的超级动机性能。 在武器系统配备上,歼-10C没有采用内置弹仓设计,因此武器挂架有限,配装的导弹数量就限制了歼-10C的战斗力。 在对的核对空打击上,歼-10C和以配装两枚国产钢式射成功的霹雳石无远程空空导弹,最大程可达150公里。 另外歼-10C还以配装6枚霹雳石中具空空导弹,可有效地拦截敌方战机,极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。 在对海打击上,歼-10C和以携带四枚英机91反辐射导弹和英机82空射版反舰导弹,使其具备较强的反舰能力,由此可见歼-10C的整体性能可谓是三代机中的机皇都不为过。 不过阿根廷的财政收入十分拮据,想从中国购买歼-10C的确有些异想天开。 而英国正式看到了阿根廷经济困难,无法对外购买新型战机,反观阿根廷空军目前没有喷气式战机,只有几十架螺旋桨飞机,因此英国在马岛仅仅只部署了四架台风战机,就足以团灭阿根廷境内的所有空军。 但是中国一旦同意阿根廷购买歼-10C的提议,那么阿根廷的空军战斗力可以瞬间提升三倍以上,基本上可以同英国的台风战机势均力敌,而这点正好是英国不想看到的。 有点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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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